總確診數累積三百五十五例 新增七例中又出現一例本土個案 找不到感染源 他是案三五二 北部一名四十多歲男性 是一名商店販售人員 上班時所有戴口罩 沒有出國使 三十號卻突然發燒到診所就醫 隔天喪失嗅覺味覺 和近期新增個案症狀類似 隔天到醫院通報採檢 四號確診 新增的本土個案生活單純 據了解居住在北市商業鬧區 目前匡列接觸者九人 七名職場接觸者和兩名友人 而另外境外移入新增六人 案三五零三十多歲男性 和案一九七二零二 這對夫婦是同班及接觸者不幸染病 另外案三五五至今沒症狀 中南美洲旅遊團同團 還有另外兩人確診 其餘美國 英國 德國和瑞士 各有儀利 解除隔離的或解除居家檢疫的人 會寄出一個檢訊 大概就是提醒他就是 就結束之後還是要做自副健康管理 那如果說要外出還是要戴個口罩 那有症狀就趕快就醫 為了強化防堵社區感染 疫情中心決定即客氣 針對居家檢疫和居家隔離 寄出加強擺措施 隔離檢疫第十三天時 透過電信業者發送簡訊 提醒民眾注意自身狀況 由腹瀉未受絕喪失要主動通報 另外十四天結束 要額外自主健康管理七天 避免漏網之餘 腹瀉也納入通報定義 境外移入持續防堵 本土追蹤染源 防疫要總動員 三星王星 林文鑫S3小組 台幣島